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 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 继续来研读正文21章的第7节 最后一道未获答复的问题 那么我们昨天讲到的是第五段 这边它列出了这四道问题 第一个是说 我究竟渴望一个由我统治的世界 还是一个统治我的世界 第二个问题 我究竟渴望一个令我充满力量的世界 或者是预政法力的世界 第三个问题 我真的渴望一个没有敌人 以及不可能有罪的世界吗 那最后一个问题 我真的想要看见那个因为是真理 而被我否定的一切吗 就是我真的想看见真理吗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第六段 它就提到说 你也许已经答复过前面三个问题 前面三个好像都比较好回答 但是最后一个 却迟迟不敢答复 会感觉这个问题 好像跟前面三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会觉得这个问题是可怕的 但是理性 或者说圣灵的思维 却会告诉你说 它们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 这全是同一个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在问前三个问题的时候 并没有意识到说 如果我真的想要进入那样的一个世界的话 我得要放下什么 但是现在当你去面临真理的时候 你会突然发现你得放下一切 那特别是什么呢 就是你从小我那边得来的特殊性 你必须要放下这个 所以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会迟疑了 甚至可能会迟疑很久 好那下面第七段呢 它说不要忘了在罪与真理 无助与力量之间的选择 其实就是你在攻击与疗愈之间的选择 好这边应该是力量而不是能力 因为奇迹课程它有区分出能力跟力量 好那这边应该是力量 那能力呢 在奇迹课程指的是说 还没有发挥出来的力量 它是一种潜能的状态 好那么你会看到说 其实如果你选择攻击的话 那么你就是选择了罪跟罪疚 你就是选择了他所说的无助 那么他说疗愈子可能来自于力量 攻击则出自于无助 你可以发现攻击 其实它底下一定是有恐惧的 不管任何形式的攻击 其实都是这样 那恐惧一定是让你觉得无助 或者说没有力量的嘛 那反过来说 宽恕才是真正有力量的表现 好那下面第八段呢 最后面中间 它说问题致词已经十分清楚了 当你看到罪的种种后果 不论它化身为何种形式 你都只要反问自己一句 这真的是我想看的吗 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我这个是奇异课程里面问最多的问题 就是我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特别厉害 如果你常常拿他的问自己 不是只是问头脑上问一问 而是要问自己内在深处 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讲这个 扪心自问 必须要扪心自问 问自己内在的最深处 这真的是我要的吗 那你会发现这个问题 小我非常抗拒 而且它对小我具有一种 蚕食经吞的效果 它会侵蚀 不断地去侵蚀小我 因为你会发现 小我要你去做的很多事情 其实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好那所以它下面第九段说 这是你唯一该做的决定 这个决定会左右你的一生 或者说这是你唯一该问的问题 就是我目前这个状态 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我做这件事情 真的是我想做的吗 这样的决定 真的是我要的吗 那么他说 这是唯一的问题 而且这个会左右你的一生 所以你看看这个问题 有多重要 唯一的问题 唯一的决定 而且会左右你的一生 好那下面第十段的第三句开始 它说除了时间的因素之外 最后的问题跟其他三个问题 是如出一侧的 就是它不断在强调这四个问题 是同一个问题 但是前面三个问题怎么样 它说你可以做了又改 改了再做那个决定 但是最后一个问题 它说真理是属于什么 恒常之境 它不会变化无常 所以这边它应该是翻成真理 而不是真相 那是恒常之境 不会变化无常 意思就是说 如果最后一道问题 你真的要扪心质问的 去答复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要下定决心了 不是像前面三个问题 好像是可以做了又改 改了又做 但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也不够真诚 这个回答不够真诚 其实也等于 没有真的回答到前面三道问题 好那下面第十一段 它接着进一步去讲 它说这四个问题 其实只有一个内涵 它们都在问你同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否愿意用圣灵眼中的世界 来取代这个充满罪的世界 那你会发现 当你活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 当然这个罪也是你的心灵 去定它的 去投射的 那么你就会感到什么 感到无力 就是好像你被这个世界所管辖 所统治 然后呢 会感到受害 会感到无力 OK 那么 所以 它在问你说 你是想要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吗 还是你愿意转换成圣灵的眼光呢 那特别是在你 遇到一些事情 让你觉得很不平安的时候 要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 好那下面第十二段呢 它说你为什么不敢确定其他问题都已经答复了 如果你已经答复了 还需要不断反问吗 只一你在做出最后那个决定以前 你的答复很可能一边说是 一边说否 这边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地方可以跟我们前面所谈到过的解离来做连结 那么奇迹课审里面谈解离的主要是十四章的第七节 好这节不会很长 那我们也有课文讲解 很推荐你 要仔细去看一看听一听 那么这节我有重新翻译 而且我们在签调直播间里面呢 有做过直播 有一堂直播课是讲这个解离 以及灵性绕道的 那这个在修行方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限于时间我没有办法说的很多 欢迎你可以去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听一听那堂课 那么我们直播间里面其实有蛮多好课的 价格很便宜 然后从理论到实修一应俱全 好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些你有兴趣的标题 可以进去听一听 好那么这个其实什么叫做一边说是一边说否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为小我跟圣灵两者是可以得奸的 就是我既想要怎么样 一个由我统治的世界 然后一个令我充满力量的世界 好那甚至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 但是我又想要保有小我的什么特殊性 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不想要出离这个世界 我觉得它可以得奸 所以当我们在回答前面三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说当然了 我当然希望我是有力量 活得快乐 而且是平安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说 这个必须要你去彻底放下小我的特殊性 才有可能 这就是他所谓的一边说是一边说否 也就是说这个回答其实是不够真诚的 所以就像肯恩常在书里面讲的 大家都说自己很想要平安 但是都尽做一些让自己很不平安的事情 好那最后一段的第二句 他说幸福一定是恒常的 但你必须不再既往于无常之物 才可能得到恒常的幸福 喜悦也是 你未有透过恒常的会见 才可能看到喜悦的灵在 好所以你看 其他人谈的这些幸福啊喜悦啊平安呢 其实一个是它是恒常的 那么恒常就是怎么样 它一定是无条件 才有可能是恒常的 好那么这个是你要的吗 还是你只要短暂的幸福呢 好要问一问这集 好所以这一节呢 他其实到最后一直在谈的一个东西 就是永恒 好永恒是你要的嘛 一劳永逸是不是你要的 好那最后面两句呢 他说没有一个念头不具备 释放或者伤害的能力 就是我们练习过的16课跟17课 谈到说没有一个念头是中性的 好那么所以你的念头 要不就出自小我 要不就出自圣灵 好那很多同学会发现 学起一课之后呢 才看清楚原来很多以前 以为是中性的念头 其实都是小我的念头 好那么他说也没有一个念头 脱离得了想出这一念头的心灵 或者思想者本身 好念头是出自于我们的心灵 好所以念头是你可以 转变的 好那也是你必须要为此 夫妻一切责任的 好那这个是我们 这两天所分享的 21章第七节 它比较大一点 然后你应该也可以感受到 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很推荐你可以过一阵子 再回来反复的咀嚼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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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